等警衝进香港中文大学 理工大学等多所学校 与学生发生多起留学冲突 校园内一片狼藉 随处可借路障 砖头 催泪弹 及橡胶子弹等残留物 周四 一些留学生拖着行李 离开学校提前回家 如果这个情况都算安全的话 我都不知道安全叫什么意思 我都不知道安全是什么意思 我都很可怕 看我周围 周四 香港教育局宣布 基于安全考虑 群岗学校停课直到周日 中大 理工大学等部分学校宣布 学期提前结束 所有课程改为网上授课 该学生还提到 目前局势还在恶化 学校不能保障 网上授课不被取消 新唐人记者颜希综合报道 在北京学校里面合作 学校不来 师生 时 逾